上一个视频我介绍了iOS app发布到app store 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以及在审核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有需要关于iOS发布的相关的问题 可以查看我上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介绍安卓APP发布到 谷歌应用商店 及国内的华为小米微博OPO这些手机厂商 他们的应用商店所需注意的事项 以及在上海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个视频的话我来介绍一下 安卓APP发布到谷歌应用商店 及华为小米微博OPO 国内的这些应用商店所需要的注意事项 以及说明 发布到谷歌应用商店 或者是国内的这个 小米环为微博OPO这些应用市场 APP的功能的话 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 这个是跟以前有一些不同的 自从去年开始就一定需要这样做了 第一个是现在对隐私这一块管理的相当的严格 就是说你的iPhone在读取手机设备信息 比如说device ID也就是设备的唯一编码 或者是Mac地址这些设备性参数 你需要在这个应用用户第一次安装之后 就要弹出这个隐私这个协议对方框 让用户知道你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你这个应用里面需要用到哪些权限 比如说需要用到相机 需要用到定位 以及你里面 比如说用到一些第三方的SDK的 你要做一些说明 比如说像推送这种 然后你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还需要有一个链接跳转到这个应用 隐私政策的这个页面 然后就是你必须让用户点击同意之后 你才能够开始去初始化这些第三方的SDK 否则的话你是千万不要去调用它里面的 SDK去后取设备的这个Device ID或者是Mark地址等这些 如果用户不同意的话 那你就把APK关闭就行了 第二个就是应用中使用的这个权限 比如说打开相机拍照 读取这个SDK SD卡里面的这个照片 或者是其他文件信息 或者是你要获取用户的定位信息 在你获取之前你需要动态去深信 就是在你点击需要的时候先去判断一下是否需要这个权限 是否一定拥有这个权限 没有这个权限就弹出那个系统来提示对话框 让他去同意 如果用户拒绝的话 你不能够在你下次再点这个功能的时候 又把这个权限功能申请的对话框又拉起来 这个在用商店可能会被拒绝 我一般的处理方式是就是用户如果点了这个拒绝之后 我不会再弹出这个权限了 这也就意味着用户不能使用这些功能了 但是我可以在他审核通过之后再更新 用通过这个新的方式 因为relective里面有cord push 我更新完之后 他用户以后再次点击的话 就还会弹出这个提示对话框出来 让他同意这个权限 然后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 第三个就是 Google应用商店里面 往上上传的时候发现 就是里面用到了一个 应用内升级的这个功能 就是当我们需要把整个这个应用 安装包图给他全部都更新 也就是所谓的原生升级吧 这样的话 Google应用商店就需要你提供一些宿命了 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我为了 嗯 节省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功能给它去掉了 改成了这个 呃 当用户需要做原生升级的时候 那我让它呛转的 可以是Google应用商店啊 或者是 呃 这个 我们自己的官网 提供一个下载地址 打开这个网页去下载 而不是直接在这个应用内就升级 然后就是这个 打包记签名 OK 包括这个国内的华为 华为其实都是 操的这个谷歌 模仿谷歌的这个方式吧 就是 他们会提供一个 无端的这个签名交易 这个签名交易 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使用他们的这个签名 那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申请一些第三方的这个 高德地图的API啊 或者是推送呢 这些需要用到我们这个 SHE研码 SHE编码的时候 就是签名里面有一个SHE编码 它会 因为我们是使用的 如果是他们提供的这个 无端的这个方式去浇验的话 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我们本地这个签名和这个 我们所申请的这个是不一致的 这会导致我们本地调试的时候就不可用 要么你就是在本地的时候 就仍然使用我们这个签名 然后我们发布的时候就需要 使用他们的签名 所以我们这个key的话 可能就要申请多个 这样的话有点麻烦 特别是当你忘记更改这个纸的时候 然后你又发布出去了 这个时候 那么下上的用户可能就消不了 所以为了避免这么麻烦的话 就建议在这个像谷歌音用商店里面 在我们上传这个版本的时候 第一次第一次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更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比如说我编辑这个版本 这里有一个 shows sign key 这个的时候我们要选择 use a different key 就是使用我们自己的 然后这里选择第三项 然后再下载一个 这个piktos这个工具 然后通过这条命令 产生一个这口包 签名的这口包 这里面的参数要替代成我们 自己的这个签名的参数 到我们的项目中 比如说我这个项目 然后我这里有个pikt 然后把pikt下载完之后 通过那条命令把它签名 生成一个zip包 最后把这个挖屋给它传上去 传上去传上去之后 就会使用我们自己这个签名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持一致了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注意的 国内的那个华为 因为它也模仿了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也同样也需要注意一点 也是需要把这个方式 按照它这种方式 就是去把它的签名 改成我们自己的 这是第一点需要注意的 第二点 就是我们这个安卓的 那个编页sdk和目标sdk targetsdk 2023年目前这个时候 必须要大于等31 也就是说 Android12这个版本 才可以被提交上去 关于这个版本的话 它里面做了很多的限制 尤其是前台服务这一块 应该是不可以使用了 所以你要使用了前台服务的话 也需要注意一点 这个可能看上去 要通过什么方式去避免 最好不要用这个前台服务了 其次就是我之前在介绍 这个有一篇视频里面有提到 就是用了那条搭建这个 APA的时候 里面需要注意的 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地方 因为这个安卓12的话 它里面有一些是 需要全线的申请是不同的 比如说像这个安卓11的话 包括安卓11以后的版本 你如果需要用到这个 在应用中打开流浪器 或者是你需要访问第三个的应用 也都需要在这里面做一些声明 这样才能够正常的打开 否则的话是打不开的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注意一点 然后就是Google Play 在这个内容的填写 这里面的内容填写 其他的都是那些 就是按照他们的要求 需要填写的 比如说这个应用的基本信息啊 截图啊 这些说明 按照他们这个要求去填写就好了 我们应用的名字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APContent APContent里面 第一个是隐私政策 隐私政策协议 这个需要去填写 一个网址 隐私政策的网址 这个也就是跟之前 Apple那个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也都是必须要的 需要一个域名 一个网页 然后这里需要填写 你里面是不是用的来广告 如果用的名字广告 你就填写for就行了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账号的访问 如果有的话 一般的话都会有一个账号去访问 如果有的话你就按照你那个方式去填写 用的账号 反正你那个 审核的账号密码把它填到里面去 方便他们去登录 登录去搜核 然后这个是类伍的评级 按照你这个要求 按照他这个要求去填写 然后他说明要求去填写 是不是游戏 是不是社交媒体 然后按照这里面 每一项都需要去填写 还有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点 数据data safety 数据安全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也是需要填yes 就是你是不是有收集用户数据的 肯定是需要填写yes 因为你里面用到一些地上的 sdk 或者是你里面 需要访问访问这个zip的ID 麦克地址之类的 这些都是属于 你要收集用户的数据 包括你的登录信息啊这些 所以你这里的话 都要填写yes 然后他这里面的话有一个地方就是 你需要 在2023年12月7日之前 2023年12月7日之前 就是说你需要提供一个 你是一个网页也好 或者是你是一个API接口也好 通过这个方式 能够删除用户 他的账号信息 账户资料 目前是不需要的 但是后面的话 在12月7日之前 你必须按照他这个要求去做 然后最后面的那些收集到一些 比如说个人资料啊 你访问他的相册啊 你是不是有获取定位权限啊 这些都要把它填写好 一般是填写收集 然后就是按照他里面的那个说明去填写 然后就行 这些填写完之后 你才能够被伤通过 这就是Google Play商店 上传的时候需要 需要的一个注意事项 接下来我再来讲一下 国内 中国大陆这个 应用市场 手机厂 说的主要是手机厂商的 这个 需要的一些 审核需要的一些资料 他这个就相当的麻烦一点 比如说像华为应用市场 华为应用市场里面的话 像我这个应用的话 首先你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账号 然后你还要把它去做实名 实名完了之后 你必须以企业去做实名 而且还要做一个对公账号的打垮 的交易 才能够实名 认证通过 其次就是你需要 App的软注 你必须要用软注 它能够 它能够允许你去发布 如果你是电商的 你还需要提供你这个双品的来源 双品的来源 这个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 双面文件 或者是一个证明文件 还需要就是提供这个 因为我们里面的也是正常需要一个网址 所以这个需要 需要一个域名 这个域名还是需要被按的 然后2023年 这里面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 它这里有一个华尔音乐市场 华尔音乐市场 还有一个隐私标签信息录入 原来是没有的 或者是你填个否都可以的 现在填个否是不行的 它其实也是参考 火锅的这个Data Safety 那个功能来的 就是你需要在这里面做一些声明说 说明 你需要用到哪些 这个 获取到用到哪些信息 比如像这个 Magnets啊 Device ID啊 怎么定位啊 这些你必须得 按照它这个要求就是 应用里面用到的这些功能 你必须让这个东西给它加上去 然后你再去提交审核 然后审核被拒的话 你要实时的就是说 通过它这个 里面有一个 有个审核的那个功能去浮动里面去 跟它去 咨询 让它咨询 像我这个之前就是用的激光SDK 被拒的 其实激光SDK 我已经在我的那个应用里面做了声明了 在我已经甚至也做了说明了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仔细去看 因为它这个也是新的要求 所以它就认为你没有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 跟他们的人工去留言 这个时候 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星期 然后才通过的 像小米的话 小米的话就是它不允许用户 这个 你当它申请权限的时候 用户拒绝了之后 下一次再点击这个功能 它又弹出这个权限的申请 这个是不允许的 然后其他的什么微网 Oper 你只要华为和小米 这些能够上审核通过的话 他们那边一般 是没有这么多要求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的 好了 关于这个安卓APP 审核的这个说明和注意事项 我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有这方面需要的 可以到我的频道 或者是给我发起 mail邮件 联系我 但我的频道里面也有 我自己的一个网站的一个链接 可以到那个网站上面去 添加我的联系方式联系我 谢谢大家